25公斤沉甸甸大米 扛在肩头的是希望的重量 居民的生活因为疫情陷入困境 顿时失去生计的三轮车司机 此刻最需要的正是一包大米 不可能会收到两个人的激活 以上我们会获得更好 但以后我们会变成一个 检查的工作 以为我们的检查 心疼的检查 原来是检查 这一支检查 整检查 让检查 也不认为检查 优优狗的检查 是检查 接受帮助也乐于给予 因为海燕风灾与瓷季结缘 2014年苏沙娜第一次收到竹筒 之后每次看见瓷季 都带着满满的爱心流入宫德海 灾难挡不住心中的良善 这一刻更要共聚一念 攜手走过风雨 大爱新闻 马月书菲律宾报道